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哇 今天真的很邪 很淋淋種種的意外 首先有可以去坑渠收銀包 也可以掉下去浸死 這些都很罕見的意外 突然在地盤降筋掉下來 又摘死了一個工人 無緣無故在沛水庫發現一句女嬰 今天的新聞好像比較 有點蟹人 誰知原來大埔今天也發生了一宗嚴重的意外 在今天8日 3點03分 臨村新屋爬一間建築機械售賣和租任的場地 有一個姓休的38歲 南紀公 他是一部叫壓路機 我都不太清楚什麼叫壓路機 底部進行維修的時候 失禁無神 那個大約三噸重的壓路機 就突然間 跌了下來 他就當場壓中 已經動不了 工友發現報警 消防員接報之後 就去到 把壓路機升高 把這個南紀公救出 可惜他已經沒有任何的知覺 煙煙一息 由救護車送去大埔 娜達蘇醫院搶救 最終不治 警方去到現場調查原因 勞工處也接報 已經立刻派完到場 現在正在正受意外展開的調查 工業商忘權益會 這位姓休的南紀公 留下了四個子女 同一天發生兩宗工業意外 兩個工人犧牲 工業商忘權益會 都心感難過和震怒 而權益會的 職員已經趕到醫院 接觸家屬 將繼續跟進的個案 並為家人提供適切的協助 這一節的新聞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 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